補直客 直客 直客 補客 大家好 我是小楓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講 我剛剛就看到啦 在Facebook看 也可以講Facebook還有Youtube 有看到幾個實況處就講 在電話上玩Steam的遊戲 我就很好奇 我就點擊進去看一下咯 我又註冊了一個帳號 可是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他註冊帳號要share你電話號碼 這個我是比較搞不清楚啦 可能你講他要知道你什麼國家的 這樣他可以直接問你什麼國家 罷了就麻煩你的電話號碼 然後這個 然後還有騎士就是講 你註冊了 不是直接給你倒露的你知道嗎 那個apps 你還要他就這邊就寫 Your free trial status expanding 就講 你的免費版本的狀態是在考慮著 現在還有兩百多千個人 20多萬個人 在申請要一個免費版本 然後他就叫你等喔 然後你突然等還可以做嗎 突然等你還可以做嗎 突然你還可以做嗎 就是講 你可以用這個link就是你的專 專屬於你的link啊 然後 share給三個人 share給了三個人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那個link 然後一個人就用了我的link 然後我share給他 之後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free trial你想知道嗎 我給你看一下啊 那free trial是幾久嗎 one day啊 看到嗎one day free trial 這樣你 如果你家裡wifi很慢的話啦 你倒露一個gtfi 你不是等於是一天了 你根本是不用再想要玩了 我是有看到那個video是講 你的那個速度可以說 20多mv per second 可是我也不覺得你一天可以倒露到 gtfi咯 而且那個是wifi也是不錯好的才會到這樣搞 然後 一天罷了啊 過了一天你要怎樣 哦很好啊買啊 他就叫你買啊 很聰明他就叫你買 剛剛他也是很聰明嗎 為什麼他會叫你給三個人呢 直接給你用 因為他要你share給更多人知道嗎 然後有些 就比較有錢的人他們就 就有可能 他們就真的會買哦 50cent 就等於這邊兩塊錢呢 一個sky credit 一個sky credit 可以做什麼 可以 100gb sky storage sky storage 什麼就講 我大概告訴一下 你他們的運作就講 他們的公司有電腦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iCloud 然後你的download的game 他們就會 呃這樣講 compress了 然後放在那個iCloud 然後你要玩的時候他就 他們的電腦會幫你進了game 然後再從電腦發射信 你電話大概是這樣子的運作方式 這樣一來你電話會非常非常的lake 然後你自己看一下 他這邊是寫 12塊 很慢 有什麼功能 他這邊會寫 你就自己看啊 unlimited 40塊 就 160哦 1607這樣一個月 然後 然後 我就 不是很建議大家去用 而且就算你download了 跟你講 你只能用一天 這樣不如不要download 還有如果 你真的可以在電話玩到什麼 GTA5啊 然後 Black Ops 3啊 然後 Crisis 3啊 那種這樣high spec的game啊 這樣hardcore的game啊 哇 這樣子那些 GTX1080啊 然後 那些Radeon 480啊 全部不用賣了咯 3000多塊的graphic card 不用賣了咯 電腦啊 那種 幫人家主電腦的電 可以在lap 全部被人搞笑 是不是 所以 Depends on you啦 看你又不要download了 我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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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不建議download 你又要等 你有一天的chill version 然後你又不能給他電話 要來做嗎 然後你要給錢來玩 時候的話 所以 看你們啦 Depends 看你們要怎樣啦 我也不知道啦 我是不建議啦 所以我今天要講呢 就到這邊 拜拜 拜拜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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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